给大家尝一口拍萝卜 非常的清脆爽口 那如何做到拍萝卜要比拍黄瓜还好吃呢 那接下来关键几个步骤 你看好了 做拍萝卜要选择水萝卜 生着吃它也不辣 还有点甘甜 水萝卜用刀给它拍一下 再也剁成块 咱们放点小米辣 蒜蓉 再来放点香菜 拌这萝卜为什么要给它拍一下呢 因为你要切片或者切块不容易入味 拍了松散之后它更容易吸收味道 锅内加入芝麻油给它烧热 香油烧热之后浇在蒜蓉上 给它滋出香味 开始调味 放入盐 白糖 三勺的米醋 放入一勺的生抽 再给它抓拌均匀 抓的时候可以稍稍的用点力 让这萝卜能够更好的吸附汤汁 尝一下啊 我觉得这拍萝卜和拍黄 我不相上下 拍萝卜这道菜我们用的是水萝卜 水萝卜又叫水果萝卜 红皮萝卜 有小人参之称 可以生吃 凉拌 炒 炖 烧都可以 有长形的 有圆的 还有小而圆的 小而圆的又叫小红丁 樱桃萝卜 拍萝卜 这道菜是随拍 随拌 随吃 更有风味 这种水萝卜拍后 用糖 醋 拌制 都是很好吃的 糖醋红丁你知道吗 还是卤菜的传统菜呢 关注我们 明天见